在1965年18战争中,印度曾放水,摧毁巴基斯坦的坦克军团。 这在战争史上极为罕见,战兵初期,巴基斯坦凭借武器装备的优势占据上风,特别是巴基斯坦的装甲坦克遥遥领先于印度,美国多年来的煞行,让巴基斯坦针对装备为M47和M48坦克。 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坦克,而印度还在使用二战时期的M4以及1945年的世纪战魂和轻型AMX13坦克,无论口径还是射程,巴基斯坦坦克都超过了印度坦克。 1965年9月8日,巴基斯坦陆军第一装甲师,六个坦克团和第十一步兵师,在庞州府地区发动了一次进攻,共派出了220多辆坦克,约占巴基斯坦装甲兵团的三分之一。 这次进攻的目的是占领唐泽普圣的大片平原,以此作为约克什米尔交换土地的筹码。 巴基斯坦人本认为这个计划完美无缺,但印度人脑洞打开,要这次大规模的装甲攻击变成二战后美式装备和最大目的。 巴基斯坦进攻的这个地区由印度陆军第四山地师防守,由古尔巴克什辛格烧将指挥,这个山地师的跑兵团很少,只有三个坦克团,每个坦克团配备的是M4雪曼, 实际战魂和轻型AMX13坦克。 当印军侦察发现巴基斯坦的坦克军团时,意识到他们的部队无法抵挡这次攻击,于是古尔巴克什辛格烧将命令所有印度军队撤退。 事实上,这撤退并不是真的撤退,古尔巴克什辛格烧将在埃萨尔布达尔镇周围,以U型队形重新部署军队,让印度军队可以从三面包围巴基斯坦军队。 巴基斯坦就这样进入了U型队形的深处,巴基斯坦人很高兴,认为所有的印度军队都撤退了,甚至有几名巴基斯坦军官停下来拍照。 他们继续向前推进,在埃萨尔乌塔尔镇前停了下来,第二天准备继续进攻。 这一地区都让肥沃,是印度主要的甘蔗种植区,进攻期间,甘蔗田全部成熟,高大的甘蔗草削弱了巴基斯坦坦克炮的优势,而且为印度军队的U型伏击圈提供了很好的掩护,印度坦克悄无声息地接近巴基斯坦军队。 然而,由于巴基斯坦的坦克火炮和引擎都很强大,即使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下也可以突破印军任何阵型,印度军队依然很忌惮,印军很快想到了办法。 9月9日晚,印军放开运河里的水,淹没了巴基斯坦军队,将途经的甘蔗道,甘蔗道的土壤像海绵一样吸收了所有水分,甘蔗道变成了沼泽。 第二天早上,巴基斯坦装甲师继续行动,印度人静静等待,很快,巴基斯坦的坦克前队开始穿越,被淹没的干着的。 由于坦克非常重,陷入了泥地,前队的坦克难以前进,后面的坦克只好停下,巴基斯坦坦克军团,就这样被困住了。 印度的炮火很快招呼了过来,当天,巴基斯坦超过170辆坦克被摧毁,其中11辆队影军,交货,这场被称为阿萨乌塔巨战的战役,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最大规模的坦克战。 此地后来被印度人称为巴基斯坦的坦克墓地,当初印度缴获的一些巴基斯坦坦克,至今还在印度军队服役,尽管巴基斯坦拥有强大的空军力量。 但由于在阿萨乌塔巨战中装甲部队优势被大大削弱,军队元气大伤,导致其主要城市拉荷尔在宣布停火,前差点被印度占领,由于在阿萨乌塔巨战灵国高校,直到现在仍然很多军校,作为经典战力来学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